哈喽,大家好,我是班大帅,欢迎收看订阅老羊的邦邦,哎,老羊打邦邦,魔术祭司邮差加佣兵,那这个邦邦带个闪现的话,其实,我觉得不抓魔术师啊,别抓魔术师,抓祭司,抓邮差都可以,第一个点遇到邮差,那很香啊,这边还躲掉了狗,很舒服,两连炸,这边有没有,有了吧,一刀过板刀,第二连炸,带的应该是个底牌, 他这边是有狩猎本能的,那应该是一个底牌挽留的帮帮,两炸弹铺,邮差的话估计飞轮吧,这是一个单弹,狗先放,没咬到,这边一颗连炸,有没有飞轮躲炸弹,很戏,这个位置邮差应该是要吃一炸的,这个位置的话,第一颗炸弹封的很漂亮,那就交闪了,留个闪嘛,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留个闪啊, 他这边找闪,找好,这样的话你看,就被多拖了,得有个十来秒,你省这个闪线干嘛呢,搞得这套阵容他们能二六一样,对不对,这个阵容,你就现在,哎呀,好,刚才说你现在在闪,那就是花,多花了大概二十来秒的时间,把这个闪线省下来,但这个闪线就是,有的时候,比如说你装一个,对吧,杂技啊,什么的,它有二六能力, 这套阵容你要二六,求着它铺垫很多东西的,它得,呃,优兵救下来,然后,邮差要飞轮走,现在的话,飞轮已经调整过了,一百二十秒的CD,邮兵救下来,邮差是没有飞轮,它没有二六能力,所以它这个闪线就一直,等于说这个闪线就被关了,它一直被留着,怎么定,你还闪线, 哎呦,漂亮,这个炸弹炸弹不错啊,但你这个闪线,就,就用不出去啊,你这个闪线又给,又拿哪里去呢,对不对,本来呢,早点闪,早点做防守,但它确实后面几波还是蛮,蛮不错的,这边防傭兵防住了,然后且这里,呃,还炸到了一下,那就看后续了,这个闪线就是后续,第二波追节奏的时候,比如抓个祭司,抓个魔术什么的, 傭兵应该不太会想去抓了吧,傭兵这边连人都不会来救的,就干嘛,救个傭兵,傭兵过来就要吃个双岛的,吃个双岛,然后这个邮差你又不可能饱活,没有二六能力,这个人一定不会救,差不多就得走了,差不多就得走了,这里的话看下一个点,选择连炸,然后配闪线来带傭兵,哎,也不是不可以啊,把这个傭兵给抬了,然后后面的话,在后面的话,如果傭兵有魔术,魔术师可以能来救,然后来,漂亮,然后,傭兵如果有户币的话呢,你这个闪线 双岛了,傭兵是可以二六的,或者说有二六的空间吧,又一炸,炸是炸的很不错,这变祖传闪现了呀,这变祖传闪现了,这个闪现,所以有的时候,我是觉得这个闪线别省, 特别是你抓这个人二六的时候,那我们可以看从结果上来看,当然是这种东西就是马后炮,从结果上来看,这个闪现是不,刚才用的话,现在CD都好了,但核心问题是什么呢,就是刚刚那个闪现用了,他如果没有闪现,他可能就不会去追傭兵,这个就另外一个故事了,干扰一手密码机,这边祭司38的机子,这边应该是想要来一个阶梯炸弹,爆,哎,没能连上,这边他发,魔术师,一炸, 炸上了,巴师傅这边被炸到了,不得不说这把老羊在防守这个层面上面,或者说炸弹这个层面上玩的还是挺好的,连炸有没有,没有,手里还有两颗炸弹,魔术师这边人不好说啊,魔术师得先拖,拖机子好了,然后再看,一个飞轮躲炸弹,一刀打,好,救下来,拥兵有护臂,机子82, 拥兵是一个上挂飞,但是手里面有两个护臂,炸倒了魔术师,可以挂,可以挂,这里的话他要闪现打魔术吗,魔术师这边还有三个魔术棒呢,你这闪现过去可能吃魔术棒呢,不敢翻,交魔术棒,但是位置上面还是比较固定的,人先挂上,祭司那边离门很近,点门,拥兵是满血有护臂,门开了,估计就个平局, 他只能直接切,没切的话平了,没切的话平了,嗯,还是让求人者这边是稳住了局面啊,开门战这波,他主要还是没有能拦住巴师傅这边的救人,核心还是什么的,就是帮帮这个角色,如果说求人者选择卖掉,确实挺被动的,打打的蛮不错的,就是他这个闪现,你看到最后都没有用,对不对,改大部分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